调解员胡建云精彩的分析 完全戳中了夫妻俩最本质的问题 他认为夫妻俩优势互补调整之后 必定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为家庭寻求出路 接下来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那么在密室里夫妻俩能够达成一致 求同存异 开启优势互补的婚姻吗 现在我想离婚主要原因还是经济问题 就是因为之前都是我上班 他学中医学了十年 就一直都是我在上班 那现在就是后来 我家孩子上高一的时候 我就把工作吃了 当时说好了 说一个月给五千 就我跟孩子在那里配毒 结果后来也没给 因为他们挣的钱 他是对我有所保留的 就现在我问他挣多少钱 他也不说 而且我们跟他妈闹一次毛短以后 他手机什么都射密码 这种有所保留 其实它是动摇了夫妻之间的信任关系 对 我不太赞成说 我不经过任何的努力和调整 就立马放弃这段婚姻 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 但是前提是建立在 我要清尽全力 而不是说 我两手一谈不作为的顺其自然 我们就要告诉他 你做错在哪里 你不足在哪里 我们给他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调整 而且我不建议你 就打肚皮管死 就是说你很难受很压抑 然后你用一种抱怨 或者说甚至说了也没用 就不说的方式 不要这样 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 武运和饶女士推心致富 他真诚地建议饶女士 不要被埋怨和委屈 蒙蔽了真实的心 要打起精神 为家庭做最后的努力 而与此同时 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张立东 也对汪先生提出了要求 你要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这个是很重要 但有时候你这个心里很憔悴 他能骂你骂半天 不断口来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你没有理解到 他心里的积怨没解决 对对对 原来是没想到 女人跟你的矛盾 总在叨叨叨叨说一件事 不外乎就是 你没有给他一个 他满意的答复 他刚才讲了那么多 重点是讲 你在处理这个事情上的不作为 你始终是一个旁观者 你应该是去安抚他 承认自己的不作为 改正自己的不作为 今后能够勇敢地站在他一起 去处理这些家务事情 这是你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 你现在的问题是要 亮明自己的态度 张立东建议汪先生 用明确的态度和立场 帮助妻子化解陈年的积怨 打开心结 对此汪先生十分认可 于是接下来 两位观察员决定 交换位置 其实他对于你 没有多大的信心 他觉得你很难改 他甚至想放弃 但是我想再给你们 有把力 他提了几个要求 你看能不能做到 第一 原来你答应过的 这种比如说给到家用 比如说五千块钱 你能做到吗 第二点 对于妻子和女儿 你要多关心 你不能游离在 他们母女关系之外 第三点 就是我是建议了 你的妻子和你的大家族之间 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那如果一旦要是有冲突 你得把你的态度 姿态拿出来 他说 这个我今后 我要照顾到妻子的 这个情绪 能够理解到妻子 然后我能从妻子里 得到一定的爱 那这个问题 我想这应该很好解决的 两边密室中 夫妻俩都不约而同地 呈现出一种沉默的姿态 这样的他们 能达成共识吗 经过一个小时的 密室调节 回到场上的夫妻俩 又会给彼此 一番怎样的交代呢 给彼此